国庆晚会音乐剧梦想家的风波 让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人黯然下台 政务委员曾志朗则是临危受命 接下重担 他今天正式走马上任 部分的议文团体却选择用反奉的表演形式 来迎接这位新主委 他们质疑曾志朗并不是议文专业 这项人事任命主要还是政治考量 不过曾志朗反驳 文化应该是多元融合 不应该排斥谁 他更强调人人都是文化人 接下硬性 曾志朗正式接掌文件会主委 尽管卸任的圣志人没有现身 曾志朗仍肯定他对文化推展的贡献 走马上任第一天 曾志朗也大谈理念 未来要将文化教育科学做融合 而对文化态度 他也有一套见解 什么叫做文化 我们要建立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 对于一些事物可以生气 但不能太苛刻指控 这句话是否回应近期艺文界对文件会的抨击 曾志朗则说是对人生的态度 不过艺文人士却有不同看法 曾志朗新官上任 艺文团体也为他扮迎新趴 但因为时间没敲拢 所以没交集 不过艺文团体仍然质疑 曾志朗没有艺文专业 这人事任命也是政治考量 但曾志朗则予以反驳 面对艺文界提出文化政策的九大诉求 曾志朗则宣示将启动全国文化会议 邀及艺文人士整合文化议题沟通讨论 但能得到多少艺文人士的支持也受到关注 就在印内机台报道 再见